古神的系列分为古神、山海经跟鲜河瑞学 古神就是在表达我在戏部里面所看到的一种水气蒸腾 种烟雾鸟绕的一种景象 所以我把它称为像古神的这种变化 通常我就是放在石头上面 我的画室就是在心殿西边的一个石头 那这个系列呢就是山海经 我是说山海经就是因为我上山下海的经历 山就是德国的森林 就是希腊的海边 我的纸就放在森林的土地上跟海滩的沙滩上 所以它就会自然产生一种自然的激励跟效果 我的画常常就是一些很看不出来是怎么画的 因为它真的就不是我画的 是我在当地跟自然的互动创作 那这个就是为了这个ART特别做的一个小品系列 叫做鲜河瑞学 我就是在我的冬天感觉到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感觉这条的世界非常响的 然后配上一个代表祥瑞人鹤的意象 可以做成一个我觉得蛮适合大家容易能够接近水墨的一个系列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加了一点色彩 加了蓝色 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产生一个联结 大概就是我这次创作 跟这个大会一次元的一个 我的一个呼应 我一位肯定先试ast 映覽